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想从中帮助你们更多 你们在当中对我有所期望 当然我在当中也对你们有所期望 他其实在当中不想把自己的话语说出来 而是想把上帝的话语告诉大家 所以你们需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从上帝的话语所说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不只健康能够得到更好的状况 我们在我们的健康跟属灵方面能够提升 所以我们不只希望我们的健康能够被提升 甚至是我们是一个家庭 我们要有所照顾彼此 我们在当中也知道你们当中有些是健康步道士 所以我相信你们可以得到更大的帮助 去试风 在韩国我们不只是接受病人 在我们的这个疗养院 我们也训练这个医药步道士 其实你们手上的课本就是我们在那里训练这个 这个步道士的这个课本 如果我们仔细想读这个这本课本的话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就能够成为这个医药步道士 所以我真的期望大家能够得成为这个医药步道士 所以当我们读这本课本的时候 不只要用在我们身上 而是要把它把里面的知识给分享出去 你其实不会满足于只听这个讲座 你当然也会一通 你也会听到我们的这个讲座 当然你自己也要问问自己 到底我的分享是不是根据上帝的话语呢 这本课本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们可以自己学习 而不只是听我的分享 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额外的知识去寻找探索 你当然也可以接着读经 甚至是读这个预言之灵 能够去学习知识 先求真理 根据上帝的知识去寻找探索 如果我们知道里面的知识是从属天而来的 我们就会很严谨地去遵守 去学习甚至是用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当我们从中去学习甚至是用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做这个美好的见证 甚至是有利的见证 这里不只是说到理论 而是怎样去做这个美好的见证 这个活的见证 去见证耶稣的好 所以在他刚才跟你们私下交谈的时候 或者是聆听这个你们的分享的时候 他都知道你们大家都了解到什么是新奇典 但为什么过去你遵守这个新奇典的时候 为什么你的健康没有更好呢 反而是更不好呢 他当然知道 从私下的交谈的时候 他知道你们所采用的方式 并不是属天的 并不是圣经的教导 很多人都告诉我 很多人都告诉我 他们是 新奇典的这个 当然当大家遵守新奇典的时候 为什么 并没有很大的进展 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呢 通过这个讲座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学到上帝的这个原则 我们要从中学习到如何去敬拜赞美上帝 我们要去知道要讲去敬拜这个创造的主 这个见证这个讲座会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讲去敬拜这个创造主 这个见证这个讲座会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讲去敬拜这个创造主 所以这个讲座不只是能够提供这个疗法 从创世纪第一章说到上帝是用祂的话语去创造的 上帝的话语是有这个创造的力量创造的能力可以把无有的变成拥有的 上帝其实是借着祂创造的能力把没有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创造出来变成新的东西 昨天我们进了这个水果的进食 我们今天是否诚实的进行了这个水果进食 可否我们有真正花时间去读上帝的话语做 如果我们想要改善我们的健康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很忠心的去做每一个步骤就是不管在饮食上运动方面等等的方面都需要去很忠诚的去做每一个步骤 去读上帝的话语其实不需要大老远去学习 上帝的话语就是在我们伸出手的时候就能够翻开的话语 我们也有预言之灵的帮助帮助着我们去了解圣经中的挑战 使得我们能够更明确的了解上帝的话语 当我们手上有这些美好的工具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要怎样去回到这个起初的健康的原状 我们其实不需要去老远奔波 我们就在此就能够学到是这样去改善我们的健康 当我们去进行这些原则把这些原则用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们并不复杂 我们其实就是要生活啊 为什么不要活的正确呢 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健康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状况 其实很多现代的疾病就是因为我们文化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 我们的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就因为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些问题 就因为我们的生活状况出现了那些问题 我们的身体就反映出我们有问题有健康的状况 所以当我们改善的时候 当我们改善生活习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我们的身体也会对好的生活习惯有反应 我们如何吃如何生活做 我们的身体都对此有反应 所以我们就要在当中学到我们要怎样去回到健康的原点 正确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从圣经能够找到的 如果我们过去的生活都是错误的话 那么我们到底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使得我们现在健康的状况是这样 然后我们有信心 我们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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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没有的时候 就证明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是错误的方式 所以也造成我们的生活作息都错误了 我们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我们是要与彼此建立关系 所以当我们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烦恼 所以我们要从圣经去看到如何去与彼此建立美好的关系 所以要怎样去活到一个好的健康好的关系 我们从创世纪就可以看得出了 所以我们就会从这个健康讲座里面 直到罗将去与上帝建立这个对的信心 对的关系 甚至是与身旁的人 家庭的人有一个好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是从 moż的生活来说 从我们越来越来越来越多的心情 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生活固定作美 在这种病毒里面 如果我们改变我们错误的作息的话 因为错误的作息带来这些疾病 所以我们做好的作息的话 就会去把这些疾病去除了 那么喝足够的水吃对的食物 我们的健康状况就可以被改善 所以我们也会学到我们要讲与彼此建立这个对的关系 好的关系 到底上帝要告诉我们是怎样去有一个好的生活作息呢 所以我们也需要从中去学习什么是对的作息 我们昨天学到就是要讲去展开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你们一开始分享你们有些健康的问题将会慢慢的离开你们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身体不舒服甚至很瘦弱或者是很差的话 我们其实要有一个正常 所以在这个讲座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们如何去准备对的正常来去进食 有人会说到我是素食者 但是我身体还是有高胆构存还是有不健康的状况 所以他也会教导我们这样去准备对的素食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食物疗法让上帝来改变我们 所以我们的准备食材的方式需要完全的改变 所以如果没有肥胖的问题就通过水的进食或者是水狗的进食就可以帮助我们减重了 到底我们昨晚昨晚的进食方式是如何呢 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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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很多肥胃疾病或肥胃疾病 那这个肥胃疾病 如果你有很多肥胃疾病 如果你知道你有些心脏疾病或者是体重的问题的话 如果有些心脏疾病训病 都能招得更多的肥胃疾病 这次他们买了某些灭疾病 如果有些人可以在吃好的肥胃疾病 向头想做食物 不要回到家的时候 以为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你们就吃特别多 在我们吃水果的进食的时候 我们不吃香蕉 其实我们不应该吃的是这个凤梨 因为这是不鼓励的 甚至是这个饿梨 还有这个榴莲也是不鼓励 香蕉是可以的 如果你们吃过多的这个水果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肠胃也不好 我们如果在饥饿的时候吃到足够的话 其实已经是很饱了 我们其实只要吃到三分饱就好了 如果我们有这个肠胃不好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oflil oil 还有这个火星碳粉 就是 就是橄榄油和火星碳粉 两汤匙的火星碳粉和这个橄榄油 参在一起 可以就两汤匙的这个橄榄油和一汤 一小茶匙的这个火星碳粉 把它们混合 所以在我们做这个水果的进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吃这个橄榄油和火星碳粉的混合 它能够去除我们的身体上的疼痛 如果我们身体上有任何的疼痛 在这个过程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喝水 在半小时之后 来喝这个橄榄油和这个火星碳的混合物 在这个冬天上 在这的时候 我认为它会尽量的水果 是最好 所以他们有一点 或者是 如果我们不身体上对水果有任何的反应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以这个白粥来取代 这个粥其实不需要太过浓稠 而是要有足够的水分 让我们身体能够吸收 所以你们身体有任何的疼痛的话 对于水果一些 对于自己的肠胃不变的话 就可以吃这些粥 如果还有任何疼痛的话 就可以去喝这个干燃油和这个火星炭 如果你们身体有什么疼痛的话 然後它是推薦的蚊子和蚊蚊蚊蚊蚊 今天,晚上,明天,明天,明天,大概三、四天 我們會做這個食物 昨晚我告訴你,我不會再做這個食物 我要吃東西 如果我們真的不能辦到這個進食的話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放棄的話 你可以去吃正餐 但是你要選比較健康的食物來吃 而不是那些油膩跟煎炸的食物 但是,如果你要做這個食物 如果你的身體有任何疾病 會有很多效果 如果我們認為這對我們沒有任何幫助的話 你可以,你就可以不必參加 但是如果我們要繼續留下來的話 我們就需要全力的去配合 全力的去遵守這些原則 如果我們在進食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面對很多的試探跟挑戰 所以我們不只是做了決定 我們也需要有這個毅力去進行 我們要告訴我們彼此 我們要順從上帝的旨意 當我們把自己的意願完全交給上帝的時候 上帝的旨意就能夠在我們心中運行 在我們願意去改變的時候 上帝會幫助我們 如果我們在過去都沒有完全衛生給上帝的時候 這就是最好的時候 我們可以完全的跟著上帝原則去進行 在當中我們有幾個人有失眠的問題 你們甚至有人說你們想要有嬰兒般的睡眠 你們知道為什麼嬰兒睡那麼好嗎? 因為嬰兒沒有任何的煩惱 如果我們能夠在上帝面前當著自己是嬰孩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好的睡眠了 就好像嬰孩把所有的問題都丟給父母 我們也可以把所有的問題像嬰兒般這樣交給上帝去處理 上帝其實是有能力有辦法去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的 如果我們想要一個好的睡眠的話 我們就要把自己那些負面的情緒 不好的情緒都出去完全的交給上帝 完全的交托 因為就算是我們是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交托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好的生活習慣 就是喝足夠的水 有運動甚至是吃好的食物 所以如果我們要有一個好的健康的時候 我們也要跟著上帝的原則去做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通過信心信靠上帝 能夠聽過順從上帝的話語 去進行整個的健康講座 接著我們的信心和這個順從上帝的交道的時候 上帝會使我們去復興 其實我們個人的部分 當我們信靠上帝的時候 我們自己個人也有很大的責任要去復興 整個原則,整個教導 其實在這個10天的療程當中 我們是否有一個很大的生活上的改變的時候 或者是健康的療法的時候都很在於個人 當我們今晚在進行這個水果的進食的時候 我們只要看到這整個療程對我們身體上的功用跟作用 我們其實是可以吃多少種水果呢 在每一餐只是一種罷了 如果你在我們的餐桌上有很多種水果的話 我們也只能夠選一種罷了 當我們面早餐的時候 在家裡吃的時候 和午餐的時候 我們也只是選一種食物罷了 一種水果罷了 天父我們知道你是創造主的 創造我們的 我們真的很想要去認識你 是怎麼創造我們的 我們也很想去順從上帝的話語 當上帝我們知道我們完全藉著信心去順從你的教導的時候 你將會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改變 所以在此我們的禱告是我們能夠完全地封給耶穌